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黄家俊 我是一名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 天分是来自于父母 而努力是来自于自己 这一天 德国纽伦堡交响乐团即将呈现 欧洲最大型的夏季露天古典音乐会 乐迷们一早抵达现场 不仅是为了一场古典音乐饗宴 也是为了一位青年指挥家而来 Kachung Wok 他很年轻 我认为他有很多能力 在这个晚上 这是一个很享受 我认为他有很多能力 他给了很多能力 当然是一位工程 我认为是一位工程 我认为他有很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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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你知他从哪里 是从新加坡 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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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拍一张照吗 好 来吧 现在有一种兴奋 有一种急着要上台的感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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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急着把节目呈现给观众 很多人都期待了 对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可是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了 好 祝你成功 谢谢 黄家俊是纽伦堡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 才华和努力 让他在国际舞台 展露头角 这位新加坡栽培的音乐人才获奖无数 还曾被李显龙总理点名表扬 今天 在32年 卡中 卡中 是主持人 Nürnberg Symphony Orchestra 这位新加坡栽培的奖务 这是一位新加坡栽培的奖务 这是一位新加坡栽培的奖务 不就是他的生命 我妈妈也说过就是在怀我的时候 就买了那架钢琴在弹奏音乐 所以可能是潜移默化 我对音乐有了一种好感 有一种默契 小一老师发给我们参加红管乐团的联络 就是要我们带回家给家长签名 我当然就说好 没问题 不知不觉地我就参加了这个 锅树舞台 吹小号 吹短号 Cornet 我非常热爱这个管乐队 放学之后我就第一个跑到音乐室 然后就开始练琴 然后就是狠狠 我记得也是很深刻的 就是在这个小六好功名课的时候 我们就要写我们的资源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写了音乐加三个字 然后老师看到了就哈哈大笑 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那个时候就成了一种转略点 就变成是好 我一定要学音乐 家俊对于音乐的热爱与投入 是父母始料未及的 我说以后我希望你能够做律师 或者是医生 他问我做什么 我说因为这两个行业能够赚大钱的 因为我是来自比较穷苦的家庭 所以想要生活不好一点就赚多一点钱 所以他的反抗力是挺强的 他就说我不要做医生 我也是不要做律师 我要做音乐家 他是非常地独立的 他很多东西都是非常自主 他要做什么 他已经想好了 他决定 所以我在想如果其实我们去改变 他并不容易 家俊终究没有听取父母的建议 坚持要当音乐家 中学毕业后 他到来佛市初级学院升学 他取得优异的A水准成绩 英国剑桥大学物理系也录取了 但家里无法负担高额开销 只好放弃 我不可能去 因为又没有拿到奖学金 然后如果要去的话 还得贷款 还得什么样的 杨绣桃音乐学院 反而在这里就拿到了奖学金 就支持了我的教育的过程 从杨绣桃音乐学院毕业后 家俊在2012年获得李光耀奖学金 到了德国柏林聂硕市 家俊也在2016年参加 第五届马勒国际指挥大赛 他以优异的表现赢得了首奖 这个奖算是比较被重视的 一个指挥奖 所以赢到了这个奖之后 就可能邀请就比较多 在德国的一些乐团的邀请 在美国的邀请 从日本 从中国的一些邀请 这份荣誉为他开启了 国际指挥舞台的大门 包括受邀担任 纽伦堡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 我觉得身为一个亚洲人 身为一个那么年轻 刚刚才在这个音乐界 开始起步的一个指挥来说 我实在觉得太早了 而且我一直都在担心 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 来胜任这个指挥 可是到了之后 就被好多好多人说服了 我就当成是一个体验 来接受这个指挥 一个指挥跟一个乐队一起合作 这个默契是非常重要的 我第一次跟这个乐团合作的时候 从第一个排练开始 我就觉得非常有好感 Kachun has that wonderful strength about him He's very focused on the spirit of music and he is a very open spirit himself and I find that what strikes me most is his ability to bring people together especially in concert and performance 其实指挥并不是黄家俊最初的梦想 他原本想当一位小浩演奏家 可是一次人生转折 不得不让他改道而行 他以前很难过 哭得好像挺伤心的 那一刻我就觉得完了 我要怎么办 我不懂要怎么办 对 情绪就非常不稳定 非常复杂 一个指挥需要的是表达 可是对我来说 这个聆听是最重要的 自从担任纽伦堡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后 家俊全身心沉浸在西方古典音乐的浩瀚世界里 我是误打误撞地进入古典音乐的世界 我是非常喜欢花时间在学习普通 这整栋楼 这整栋楼我最喜欢的不是音乐厅 不是我的休息室 而是我们的图书馆 因为在图书馆里面 就有这些都是宝物 铺制都是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这个作曲家留下来的遗产 家俊渴望在音乐领域获得古典乐大传统的滋养 但从小到大 他的生活却过得朴实无华 家俊1986年出生 一家人居住在育郎组屋单位 父母勤俭 家里没有冷气与洗衣机 中学时期他开始打工赚钱 我记得14岁 我就是先去快餐店打工 一小时4块钱 赚来的钱 我就当成是当天赚了多少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去听音乐会 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赚来的钱 我就把它当成是投资 当成是让我自己的这个音乐水平提高 听多一点的这个音乐会 家俊对音乐的热忱 获得父亲黄世强的鼎力支持 世强是位前正规军人 退役后从事保安工作一段日子 目前在公园当客户服务员 我一路来我是很尊重我孩子的决定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比较不好的经验 因为家庭穷 我对务农相当有兴趣 本来我是要去台湾大学读农科的 我的家长不能够支持我 我就失去这个机会 所以我不要我的孩子失去这个机会 所以我就马上说 自从爱上了音乐 从念书到国民服役 家俊多次要求到国外参加大师班 父亲从未拒绝 当时我是在国防部认知 所以那个时候薪水还是没有这样高 因为当时没有能力 升级这个信用卡 所以唯一的方法 他出国就给他限款 我儿子他想要买一支喇叭 他问我说可以不可以支持他 我也是说既然你有心 向音乐这一方面发展 我说好 我支持你 一支喇叭 是我一个月的薪水 大概是三千多块新币 小浩一天我不吹的话 我的这个唇部的这个感觉 就非常比较生疏了 我就知道我有一天不吹 我可能就需要三天四天来回复 到我之前的这个状态 然后再来 伏兵仪 我就被分配到这个SEF band 吹小浩 小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器 就一直在吹旋律 没有休息 从头到尾 吹了三分钟的这个Match之后 又重复到了这个重头 有一天起来我就觉得 为什么那么麻 就去看M.O. 医院医院医院 然后就发现 可能就是一个 刺激的一个打击 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我想要当一个专业的 踢手 那一刻我就可能觉得 完了 就是说我又有这个打击 就不能回复到完美 我要怎么办 我不懂要怎么办 对 情绪就非常不稳定 非常复杂 他就哭了 他就说爸爸 我已经不可以吹这个唱歌了 可是现在回想起来 我也挺感激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因为有发生了这个事情 我就花更多的时间在于作曲 作曲以外 嘉峻也倾注心力钻研指挥 早已突飞猛进 也因为获奖而引起了国际乐坛的关注 他受邀到过欧洲 美国 日本 中国等地登场 2019年的农历新年 嘉峻也受邀到纽约 指挥一支177年历史的 美国老牌交响乐团 纽约爱乐 算是一种感激心态 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也 我人生也应该是足够的快乐 当然现在还是抬头 我寻求完美 这个完美的主意是对自己的可可 是对自己的一种磨炼 嘉峻在台上的指挥表现优异 获得广大的认可 他多次被杂志选为本地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在2017年和2019年也荣获新加坡杰出青年奖 新加坡华乐团今年到欧洲巡回演出 也选择演奏黄家俊的得奖作品 新加坡华乐团 新加坡艺术学院今年的职业座谈会 也邀请了嘉峻担任其中一位主讲者 院长希望嘉峻能为学生带来机会和影响 我觉得嘉峻能有能力为新加坡的文化界做出贡献 我也非常希望他能启发我们下一代的音乐家 嘉峻对儿童音乐的教育与推广也不遗余力 他在2016年与奥地利作曲与指挥家 古斯塔夫马勒的孙女 玛丽娜·玛勒共创了《Project Infinitude》 希望帮助弱势儿童接触古典音乐 这些小朋友他们就是来自于很多不同的 比较复杂的一些家庭背景 可能是单亲家庭 可能是特别的 可能是家境比较贫穷什么的 就是一个不同的背景 我跟这些小朋友合作 一起制作那个音乐 我们最近就是进了录音室 请了专业的音乐家来 把小朋友的曲子录制下来 希望这些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 可以发现到自己有这一颗创作的之心 家境的贡献也获得李显龙总理的赞美与表扬 Gar Chun also co-founded Project Infinitude an initiative to bring music to less privilege and special needs children he's giving back to society so that others can discover music just like he did 非常荣幸地有Pian Lee的这个点名 我觉得我当时是一个代表 我是这个音乐 新加坡音乐界 音乐同事的一个代表 我是这些小朋友的一个代表 我当时我是感觉到是很荣幸 我也是接着说 当她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一路来 是我本身栽培她 也是没有白费的 我觉得很荣幸 很骄傲 骄傲 自豪 但是我们华人就不大敢表现出了 不善于用言语表达情感 父母就以行动支持 今年10月 嘉峻带领德国纽伦堡16位音乐家 到新加坡 携手杨秀桃音乐学院学生 在植物园举行露天音乐会 父母也没缺席 不管我在哪里有音乐会 总之是在本地的话 我的爸爸妈妈就一定会抽空过来听 听得懂 听不懂 这个不是关键 关键是他们就在旁边的 在看着我的这个成长 支持到我的成长 我觉得我在12岁的时候 我想要当音乐家 我现在我的自愿 我的梦想 就是要快乐 要幸福 我觉得到了最后 还是感情最重要 有了亲情 有了朋友 有了感情 这个只能让艺术 提升到更一个 更深的一个水平 各位先生 嘉峻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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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晚上在德国纽伦堡 六万多位观众 冲着古典音乐 冲着黄家俊而来 这位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指挥家 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也为音乐四处奔波 现在我的工作就是 跟全世界不同的乐团合作 在纽伦堡有自己的交响乐团 所以我在那里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一年可能有十二个星期 我从小到大在玉朗成长 然后天天吃冰淇淋打篮球 跟朋友去那个Volk Deck聊天 这个是我的成长过程 就从来没改变 一年四十个星期可能就是到美国 到法国 到日本 到中国 跟全世界不同的乐团合作 我得在很多不同的一些文化当中生存 了解 学习 每两三个月我会回来新加坡 见我的家人 见我的朋友 所以这一种感觉不是特别好 我每次回到这个 倡议航空间的时候 我就觉得又回到家了 可是这个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回到了新加坡 我就每次我要离开新加坡的时候 我就在想 那种 When can I work in Singapore When can I live here like my friends When can I live here and with my family with my friends and stay in my home 就有点像是 我不懂中文怎么说 self exile 我想回来可是 somehow我回不来 Sang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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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一直没离开新加坡 Sang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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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glo